2017年,在英国的某个出所内,出现了一场堪比好莱坞大片的冲突,读去一个导演韩卡。 警察接到报警,火速赶到现场,结果发现两名年轻人,一个是房主,另一个是他的访客。 这两人简直这项是刚从战斗民族的训练营里出来的,尤其是其中一个,暴力指数飙到天际,另一个直接被送进了医院。 房主则一身狼狈,满脸于倾家伤口,仿佛刚被人用搅拌机过了一遍,医生们甚至担心他能不能挺过来。 然而奇迹出现了,这位年轻人竟然恢复了意识,还能跟警察捞磕。 英武人员和警察一致认定他是受害者,直到他们翻开他的手机,发现了一些让人三观近毁的照片和视频。 原来,这位看上去楚楚可怜的家伙,其实是英国史上最猖狂的罪犯之一,莱因哈德塔玛什玛路利图阿斯西纳加。 话说,这位莱因哈德,1983年2月19日出生,成长于印度尼西亚的贾米,与父母和三个弟弟妹妹一起生活。 出生在一个极其富裕的家庭,他的老爸是个房地产大亨兼银行家,拥有印度尼西亚最大的银行之一,还顺带经营着宗旅游众之缘。 西纳加家族住在一座由众多仆人伺候的豪宅中,小莱因哈德只是一个详旨,啥都能得到,每个愿望都能随时被满足。 这无疑让他觉得自己很特别,也直接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 莱因哈德的父母是保守的天主教徒, 每周都去教堂打卡。 作为家庭的一员,莱因哈德的成长为一个敏感的男孩,能弹奏乐器,喜欢阅读,而且常常读来读往。 他被描述为一个内向害羞的孩子,从不惹事,更喜欢沉浸在书籍中,而不是去结交朋友。 莱因哈德上了一所私立小学,呈现出敏锐的头脑和良好的记忆力。 成绩一直迷捏前茅,但在学校里并不受欢迎, 偶尔还会因为他略写女性化的局势,遭到其他学生的攻击。 此外,他还是拉妹组合的忠实粉丝,这也导致他遭到男孩子们的嘲笑。 2001年高中毕业后,莱因哈德进入了该国顶尖的公立机构,印度尼西亚大学,学习建筑学。 在这里,这个年轻人交了很多朋友,因充满活力的外表和善于交集而受欢迎,他能与任何人相处融洽。 大学期间,莱因哈德与高中时的自己完全相反。 2006年获得学位后,莱因哈德决定继续出国深造,他选择了美国作为目的地进入了一所大学。 虽然他父母全额资助他的教育费用,但这位准学生在美国待了没多久就改变了主意。 他跟老爸抱怨,说这所学校不适合他,同学们除了闲逛和举办派对什么也不做。 于是,莱因哈德收拾好行李回到了印度尼西亚。 尽管美国的学费和住宿费都已提前支付,但对于他来说,钱不过是个数字。 回国没多久,他又对自己的祖国失去了兴趣。 这次,他被英国吸引,特别是曼彻斯特。 今天故事的其余部分就在这里展开。 2007年8月,莱因哈德持学生签证前往英国,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学生。 2009年,他获得了城市规划硕士学位,2011年又拉下了社会学硕士学位。 沉浸在英国人有节制的生活中,莱因哈德开始频繁出入夜总会,结交新朋友,广泛社交。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思考着自己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亲密偏好。 莱因哈德发现自己对年轻男性比对有魅力的女性更感兴趣。 他以前就怀疑过这一点,在幻想中想象着年轻人。 但在他的祖国,他根本无法公开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印度尼西亚这是不被认可的。 而现在在曼彻斯特,这个年轻人终于觉得他第一次可以做自己,可以公开谈论这件事。 他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每一晚都去夜总会狂欢。 莱因哈德开朗,友好,善于交际,对学习充满热气。 他只是享受学生生活,感到很幸福。 这一切都不便宜,但莱因哈德不担心钱,因为他的父母慷慨地提供资金。 他喜欢无忧无虑地学习和度过时光,在他看来,父母的财力似乎是无限的。 他是一个永远的学生,这显然就是他计划如何度过不久的将来。 毕竟,生活非丁亲属现在他的账户里,干嘛还要找工作呢? 2011年,莱因哈德28岁,他终于搬出了学生宿舍, 在一个叫做统治村的地区,找到了一间小公寓,并思考着下一步该做什么。 他的新住所实际上位于市中心,非常靠近酒吧和夜总会。 他的父母仍然为公寓支付费用。 问题出现了,因为莱因哈德持学生签证,但学业已经结束, 而他也不打算找工作,所以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2012年,这个年轻人在利兹大学注册了一个研究生课程。 开始撰写一篇社会经济地理学领域的论文。 论文题目与他的亲密偏好, 以及生活在曼彻斯特的南亚裔非传统性取向的人直接相关。 莱因哈德继续住在他初来的公寓里, 往返于大学并撰写他的学术论文。 然而似乎在这段时间里,莱因哈德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 人们开始注意到他极其自恋和自私,只关心自己。 他不断在社交媒体上写关于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描绘得几乎像个名人。 因此,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只和在夜总会认识的人交往, 以获得青睐并保持自己成为关注的中心。 莱因哈德结识了很多泛泛之交, 他请熟人喝酒吃饭, 但并不真正了解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莱因哈德总是穿着名牌衣服, 吹嘘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 当人们问他钱的来源时, 他谎春自己为曼脸和曼春足球俱乐部工作, 他这样说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莱因哈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 有过几段感情。 在其中,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人。 当一段恋情结束时, 他会通过威胁自残来吓唬他的伴侣。 独自一人时, 他只是在约会应用程序上花很多时间。 在他漫长的学生生涯中, 莱因哈德几乎忘记了家人。 只有当他没钱的时候才会想起父母。 每次回家探望家人时, 他看起来都不一样, 改变了发型和一些习惯。 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觉得他有点奇怪, 但又说不出什么奇怪。 莱因哈德原然没有告诉他的家人自己的性取向。 母亲和父亲非常希望他们的长子回到印度尼西亚, 在家族企业中找到一份工作, 找个妻子, 安定下来并生儿育女。 莱因哈德的母亲对此非常坚持, 甚至威胁要停止为他在英国的教育提供资金。 但这个年轻人找到了理由来说服母亲, 让他相信自己留在曼彻斯特的必要性。 2014年底, 莱因哈德刚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 此时他已经31岁, 学习了十多年。 就在这时, 就好像触发了一个开关, 莱因哈德故意策划了对另一个男人的袭击。 2015年新年前夜, 一个22岁的男子正在曼彻斯特与朋友庆祝, 他们从一个俱乐部转移到另一个俱乐部。 在午夜前不久的某个时刻, 他走进酒吧点了一杯饮料, 之后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是因为莱因哈德在他的鸡尾酒里下了药, 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公寓, 并在他失去意识的时候占了他的便宜。 这个22岁的年轻人第二天在莱因哈德公寓的地板上醒来, 躺在自己的一滩呕吐物中,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 他最后记得都是前一天晚上在酒吧点了一杯饮料, 看到公寓主人, 这个年轻人问发生了什么事, 莱因哈德给他编了一个故事, 说他前一天晚上喝得太多了。 莱因哈德是个好人, 看到他的状态, 提议他在自己的公寓里躺一下, 因为他们离得很近。 他们一进去, 这个22岁的男子就倒在地上开始打呼噜, 这年轻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他全身都疼。 他把这个龟英鱼喝了大量的酒, 甚至很高兴有一个好心人把他扶起来, 没有让他躺在街上。 这个可怜的家伙开始为给自己带来的不便道歉, 然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离开了公寓。 实际上, 莱因哈德已经两次占了这个家伙的便宜, 而他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了受害者。 就这样, 莱因哈德实施了他的计划, 并且逃脱了惩罚。 然而他并没有对此保密, 而是立即给他的好友群发了一条信息, 吹噬自己刚刚所做的事情。 莱因哈德写道, 虽然他没有得到新年之吻, 但他在2015年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他分享说, 他在自己家附近的酒吧遇到了一个直男, 这个男人在吃生裸体之前一直是直男。 2015年5月可能是他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开始, 那时, 莱因哈德的朋友们以为一切都是双方自愿的, 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莱因哈德只是在吹噬他的第一次成功犯罪。 然而他自己从占一个失去意识的人的便宜中, 体验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快感。 这促使他计划下一次袭击, 仅仅撕搜后,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次莱因哈德遇到了一个21岁的男子, 他也在曼彻斯特的一家夜总会和朋友一起聚会。 这个家伙喝得有点多, 当莱因哈德说服他来到自己的公寓时, 莱因哈德在他的饮料里下了一种非法物质, 使他失吃了意识, 并在他昏迷的时候与他发生了几次性关系。 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受害者开始醒来并试图逃跑, 他模糊的头脑和莱因哈德发生了争执。 但他受到强烈的镇静剂的影响, 很快又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 一切都和第一次的情况完全一样展开。 那时, 莱因哈德和一个熟人合住公寓, 在那个时候, 他厌倦了独自生活, 邀请了一个朋友来和他一起住。 他们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 很可能是有甚至没有怀疑莱因哈德的性取向。 他听到莱因哈德在半夜带着一些几乎语无伦次的陌生人出现, 这些陌生人则早上就消失了, 再也没有回来。 当室友开始怀疑什么的时候, 莱因哈德干脆把他踢了出去, 现在所有的房间都有他支配。 从这一刻起, 没有什么能再阻止他了。 莱因哈德的袭击频率增加了, 他的第三个受害者仅仅一周后就出现在了公寓里。 从那一刻起, 每周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年轻人落入莱因哈德的门。 魔爪之中, 莱因哈德每次袭击都遵循相同的模式。 莱因哈德会坐在他位于市中心的公寓的窗户旁边, 附近有无数的酒吧和夜总会。 他会寻找潜在的受害者, 他可以从窗户看到曼彻斯特的夜生活。 莱因哈德观察着在夜总会入口处排队的人们, 他注意到那些喝度的年轻人, 他们的不态不稳, 动作夸张。 他还会挑出那些与他们的群体分开的年轻男子。 一旦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受害者, 他就会离开公寓, 接近这个人。 莱因哈德总扮演一个好心人的角色, 人们很容易就同意去他的公寓。 一旦受害者进入公寓, 袭击的第二阶段就开始了, 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有非常相似的特征。 99%的受害者都是传统性去向, 这是莱因哈德喜欢向他的朋友吹嘘的。 他说想让这些人从另一面认识自己, 而且他们不可能不喜欢。 他的大多数受害者都非常年轻, 年龄范围从17岁到36岁。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学生, 考虑到他的狩猎地区, 这并不奇怪。 在受害者中, 有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职业的人, 有厨师、 私人教练、 军人和失业者。 所有的年轻人也都有健美的体格和吸引人的外表。 莱因哈德的公寓通常很乱, 所以客人会感到自在, 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 莱因哈德会让受害者在沙发上舒服地坐下来, 休息一会儿, 放松一下, 然后会提供一杯饮料, 十有八九是酒精饮料。 这些人很高兴地喝着免费的饮料, 却不知道一杯会让他们失吃意志的物质已经溶结在杯子里。 这是一种无色的液体, 几乎没有味道。 在饮料中真的很难察觉, 因为它有一点咸味, 在水中可以感觉到这种物质。 但通常到那个时候, 这些人已经喝得烂醉, 以至于他们无法注意到它的余味。 事实上, 这种物质有医疗用途, 它可以治疗失睡症。 有些人把它用作一种解除抑制的药物, 会引起心快感, 放松和困倦。 这种物质会降低抑制力, 并在十分钟内开始起作用, 一定剂量会导致完全失吃意识的状态, 之后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记得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 这种效果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但这种药物会很快从身体中派出, 使得无法检测到其使用的后果。 这种物质相当常见, 经常被用来麻醉潜在的受害者, 它非常危险。 在英国, 即使拥有少量, 也可能导致真正的牢狱之灾。 然而, 莱茵哈德不知怎么得获得了大量这种物质, 并将其用在毫无戒心的客人身上。 在加了药的饮料开始起作用后, 莱茵哈德进入了他计划的下一部分。 首先, 他需要确保药物已经完全生效, 他会问年轻人很多问题, 来测试他们的认知能力。 莱茵哈德也喜欢拿战利品, 他从受害者那里偷走各种个人物品, 这可以是几乎任何东西, 身份证, 信用卡, 衣物等等。 具体的物品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一个战利品, 他会把它存放在床底下的一个盒子里。 在谈话过程中, 客人会变得越来越困, 并开始失去意识。 这时, 莱茵哈德会准备两台相机, 他把一台放在梳妆台上, 从远处拍摄整个过程, 手里拉着另一台拍摄特写镜头。 莱茵哈德会记录受害者的脸, 裸体身体和私密部位, 以便以后再次观看。 其中一些视频持续了几个小时, 这也是袭击持续的时间。 有一个长达八小时的记录, 受害者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恢复意识, 而莱茵哈德在这段时间里 以各种方式继续他的侵犯。 通常, 一切都按照相同的场景展开, 所有的袭击都非常激烈, 一些受害者会生病。 身体对非法物质的反应不同, 或者会开始流血。 但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莱茵哈德, 整个过程从多个角度被视频记录下来, 他特别安排了灯光, 以捕捉每一个细节。 一些年轻人短暂地恢复了意识, 试图逃跑, 但他们迷失方向的状态, 使他们无法逃脱。 其他人试图自慰, 但他们的动作软弱无力且不协调。 莱茵哈德知道, 在药物企业作用的时候, 他们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二天, 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了。 大多数人会道歉, 然后匆匆离开, 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尴尬。 其他人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但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些人醒来后, 由于药物的影响无法动弹, 这些人即使后来有了一点怀疑, 也没有人去报警, 不想谈论这件事, 只想忘记那个晚上, 把一切都抛在脑后, 继续前进。 莱茵哈德继续凭借他那无辜的娃娃脸 和迷人的微笑, 以年轻男子为目标。 他的受害者数量从10人飙升到20, 30, 最后直冲100人。 确切的受害者数量, 至今还是个谜。 莱茵哈德那天使般的外表, 简直就是他的护身符。 尽管已经30号劫, 但他看起来依然像个无害的学生, 许多人都被他骗得团团转。 有一天, 一个名叫迈克尔的21岁年轻人, 正在曼扯斯特和他的朋友们狂欢。 大约在凌晨4点, 迈克尔意识到他在人群中与朋友们走散了, 他想打电话, 但发现手机没电了。 走进一家外卖食品店, 迈克尔问是否可以借一个手机充电器。 就在这时, 莱茵哈德闪亮登场, 提出在他的公寓给手机充电。 这个年轻人觉得有点奇怪, 毕竟莱茵哈德看起来完全清醒。 所以, 迈克尔很困惑他在凌晨4点在外卖店做什么, 然而没有从这个陌生人身上感觉到任何威胁。 迈克尔同意去他的地方给手机充电, 尽管莱茵哈德竭力邀请他喝一杯, 迈克尔却坚决知觉了。 莱茵哈德发现自己第一次处于一个陌生的局面, 因为大多数人会同意喝一杯饮尿, 或者至少一杯水。 他变得慌乱起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开始胡说八道。 他告诉迈克尔可以在沙发上打个盹, 但这种行为让迈克尔更加困惑。 他拿着冲了一半电的手机, 直接离开了公寓。 迈克尔完全不知道他刚刚从英国历史上最称绝的罪犯手中逃脱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内心的直觉, 他就会成为另一的受害者。 莱茵哈德对男人的袭击从2015年持续到2017年, 整整两年。 晚上, 他让曼彻斯特陷入恐怖, 而白天, 他过着看似普通的生活。 他仍然是一名研究生, 正在撰写他的博士论文。 2017年, 莱茵哈德变得有点粗心大意, 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在最不合适的时候醒来, 但他记事自己的袭击, 好像不再在乎之后是否有人会记得什么。 莱茵哈德在外部硬盘上存储了他的许多犯罪数字记录, 一些仍然在他的手机上, 他还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的受害者的生活。 2017年, 有人在与莱茵哈德相遇后, 意识到自己遭受了强迫性行为, 并去报警。 然而由于真经济的影响, 这个人甚至无法回忆起事情发生的公寓地址。 正他们试图调查这些犯罪, 但他们没有名字、门牌号或袭击者身份的准确描述。 尽管他们从受害者的身体上提取了肇事者的DNA, 但在警察数据库中没有找到匹配。 然后在2017年6月1日,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名叫彼得的18岁年轻人, 正在和朋友们在学校庆祝成功的毕业考试。 他为当地的橄榄球队效力, 所以他有莱茵哈德喜欢的运动员身材。 那天晚上, 他和朋友们在莱茵哈德公寓旁边的一家夜总会喝酒。 午夜12点半的时候, 彼得已经喝得够多了, 感觉有点醉了。 潮浪的音乐让他头疼, 所以他走到外面去透透气, 清醒一下。 他走进一条小巷, 坐在路边传口戏。 莱茵哈德显然从窗户观察到了, 几分钟后, 就坐在了彼得旁边, 展开了一场友好的对话。 大约十分钟后, 莱茵哈德建议回去公寓。 一进入公寓, 彼得首先去了浴室洗漱, 然后当他回来时, 公寓主人给他提供了一杯饮料。 彼得喝了那看起来有点像福德家的透明液体, 没有问任何问题。 几分钟后, 他开始感到严重的口晕和恶心。 彼得无法集中注意力, 房间几乎立刻开始旋转。 彼得已经拿出了他的手机, 准备给朋友和母亲发短信。 但这时, 莱茵哈德从他手中拿走了手机, 并建议他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彼得克服着虚弱站了起来, 甚至开始向门口走去。 然而他倒在了地上, 落入了莱茵哈德的掌控之中。 和以前所有的时候一样, 莱茵哈德设置好手机进行拍摄, 打开明亮的灯光, 开始了他可怕的行为。 四个小时后, 彼得脸朝下醒来, 他感觉自己的裤子和内裤被拉到了脚踝处。 就在那时, 有人正试图从后面进入他的身体。 彼得没有再次失去意识, 他的身体充满了身上腺素。 他把莱茵哈德从自己身上推开, 然后站了起来。 莱茵哈德很震惊, 以前从来没有受害者这么快就恢复意识, 他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他只是跑出了房间。 与此同时, 彼得拉起了自己的裤子, 仍然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这给了彼得一个逃跑的机会。 彼得疯狂地开始抓起他的东西, 包括他的手机。 就在他到达前门的时候, 莱茵哈德突然从旁边的某个地方出现。 在那一刻, 莱茵哈德完全明白, 如果他让这个家伙讨脱, 他会立即跑去报警, 然后他所有的活动都会被曝光。 他不能让彼得走, 像一只饥饿的狗抓住一块肉一样紧紧抓住他。 彼得感觉到了他对手意图的严重性。 作为一个橄榄球运动员, 他比又瘦又矮的莱茵哈德体格更简举。 彼得轻松地打倒了瘦弱的莱茵哈德, 并开始全力挥去了。 身上迅速在涌动, 拳头如雨点般落下。 彼得挥舞着拳头, 直到公寓主人失去意识。 之后,彼得拿着他的东西和手机离开了住所。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打电话给母亲来接他, 然后睡着忘记一切。 但彼得意识到, 在那种状态下, 他很容易就会夺走某人的生命。 所以, 这个年轻人开始敲邻居的门, 让他们报警。 因为他的手机没电呢, 紧急救援人员很快就到达了现场。 他们发现彼得浑身是血, 站在公寓楼的走廊里。 彼得引导一名医护人员来到莱因哈德的公寓, 并报告说这个人用某种物质给他下了药, 侵犯了他, 所以他不得不自慰。 当医护人员在地板上发现莱因哈德时, 他仍然昏迷不醒。 他躺在自己的血泊中, 警察随后很快到达, 立即以袭击罪逮捕了彼得。 显然, 比较受害者和袭击者的样子, 他们把公寓主人当作受伤了一方。 结果, 莱因哈德被送往医院, 生命吹危, 而彼得被带到警察去。 彼得解释说他们抓错了人, 但警察甚至没有进行任何测试或检查。 他们看到莱因哈德昏迷不醒, 而彼得强壮的身体, 不可能承认彼得实际上是受害者, 他们只是把他关进牢房, 拘留了11的小时。 与此同时, 莱因哈德在医院里情况危急, 医生担心他可能无法挺过来, 他疑似有脑伤痕和泪梳血。 然而几个小时后, 莱因哈德恢复了意识, 告诉一名护士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遭到了袭击, 并遭受了强迫性行为。 后来警察来询问袭击的情况, 莱因哈德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自己的手机。 他声称想联系家人, 让他们知道自己没事。 实际上, 莱因哈德是希望从手机上删除有罪的视频文件, 但一旦这个小玩意儿到了调查人员的手中, 他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秘密。 证探们甚至向莱因哈德道歉, 说他们必须按照程序行事。 当给要求提供解锁密码时, 莱因哈德开始给出错误的数字。 当密码再次错误时, 执法人员开始怀疑有什么不对劲。 当莱因哈德扑向一名警察试图抢走他的手机时, 他们意识到莱因哈德在试图隐藏一些信息。 当最终获得手机的访问权限, 针探们打开保存的文件时, 他们震惊了。 有一个视频, 彼得昏迷不醒, 而莱因哈德正在与他发生关系。 就在那时,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彼得立即被从拘留中释放, 莱因哈德被逮捕。 警方最终在手机上看到数百张照片和视频, 其中, 莱因哈德正在袭击几十个不同的男人。 对公寓的搜查揭示了更多秘密, 多个存储着过去两年办理800多个不同袭击视频的硬盘, 数千张照片, 一个装有受害者战利品的盒子等等。 他们还发现, 莱因哈德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跟踪受害者, 从照片中, 总共确定了195个曾经在莱因哈德公寓里的人。 实际上, 这个数字可能更高, 对警方来说, 最困难的任务是通知那些被袭击的受害者。 大多数男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被一个随即的陌生人强迫了, 其他人在得知此事后完全否认。 毫不奇怪, 很少有年轻人想公开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十多人甚至拒绝看他们在莱因哈德控制下的照片。 几乎所有的受害者在得知莱因哈德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后, 都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一些人辞去了工作或学业, 试图用酒精和非法物质来麻木他们的痛苦, 陷入了抑郁。 有些人甚至试图自杀。 一年后的2018年6月, 审判开始。 这个案件的规模在英国是前所未有的。 法庭程序分为几个部分, 总共持续了两年。 只有48个年轻人同意作证指控莱因哈德。 所有审判中的陪使员都必须完整地观看每一个视频。 七眼看到所有受害者在袭击中都是无意识的。 因为莱因哈德的律师声称, 这只不过是双方自愿的色情游戏。 2020年1月, 莱因哈德希腊家因159项罪名被定罪, 包括对48名受害者的136期刑警案件。 他被判处88项终身监禁作为惩罚, 在服刑30年后有权申请假释。 通常在英国, 这样的判决只得与那些夺走多条生命的罪犯。 2020年12月, 上诉法院将莱因哈德最初的最低刑期 从30年延长到40年。 因为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 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侵判。 但我认为, 这种人渣就应该被关到死。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无论男女老少, 外出时都要提高警惕, 保护好自己。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鼠哥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